对山东人天津职业学院中专,会计专业 大家好,我叫毕卫侠,今年25岁,来自山东德州 我一直从事培训教育的行业,在各大企业做执行经理的位置 今天呢,非常荣幸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特别想寻求一份与市场运营管理有关的职业 谢谢大家 瞧这范儿 好紧张 你们瞧这范儿像老板吗 你坐那个位置上试一下看,我就看看 你去嘛,就坐那个位置试一下 毫无怯场啊,让他坐着就敢坐 他的穿衣服挺赞的老板的 来,有老板范儿吗,拿老板范儿出来 然后呢,以咖啡之意的老板的名义 给所有的老板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咖啡之意的CEO尹峰 我们俩口音差不多 口音差不多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这范儿是很足的,确实挺足的 当涂雷老师让我坐在那儿感受一下的时候 我感觉那个座位属于我的 好自信,是吧 来,我们聊一聊 你是多少年毕业的 我是在2009年 中专毕业 但我看你这个实际的工作是从 11年开始 是的 两年时间中间到哪儿去了 各大教育机构,培训机构游走 就是在安置机构 包括那个斯巴达 我都待过一段时间 我学历虽然不高 但是我没有丧失学习的能力 我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成功 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感觉站在台上讲的太多了 很多东西都是不太切合实际的 就你那两年在学成功学是吗 像销售部分的东西 那你学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总结了一个结果 说的再好不如做到 然后拿到结果 那你对于那些 现在正想迈入成功学这个领域的那些 深深学子们有什么想说的 有梦想 一定要付出努力拿到结果 而不是说无谓的 我听听几堂课 然后我激情澎湃 然后就能拿到结果了 而我们每一个人生是规划出来的 你刚才那个简历里面说 你印象最深的是要饭 对 而且还拿到了要饭的第一名 是的 因为当时我在一家 那个培训教育机构里面 当时他面试的时候 说首先做销售 不具备你脸皮特别厚 这个是肯定不能做销售的 所以说就要磨砺我们 你真要饭 先要钱 后要饭 真到街上去要饭 是的 你要一个我看看 可以 就十块钱 好吧 十块钱就算及格 你自己挑 挑他们也好 挑他们都可以 那来吧 梅雨你好 是这样的 公司给我们出了一个任务 它把我们放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 然后让我们在两个小时之内 要到四百块钱 然后如果说达到目标的话呢 我就会有这份工作 但是这份工作 对我特别特别的重要 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哪怕十块钱 我都不会减少的 不好意思 我没有带现金 是吗 谢谢 谢谢 没带钱没关系 梅雨你好 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呢 我在找一份工作 我们这个工作呢 我是一份销售的工作 然后您看您这边 有多少可以帮到我 谢谢 我也没带现金 可以转账吗 要到了 他转账给我 转多少 转十块啊 十块就够了 你真准备给他十块钱 我这个想法 我感觉 他是要求要这十块钱 但是可能 他回来还会还给我 他真要你十块钱 你想多了 我是问你 你是真会给十块钱吗 应该会吧 那他要完了之后 我再向你要十块钱 你要吗 给了 那为什么我你就不给呢 凭什么你把我跟他区别对待呢 他长得好看 出来出来 出来 我马上转四百块钱 你太会骂人了 这个就是聊天终结者 我觉得 长得丑就要受到这样的欺辱吗 我不要了 我给你 请坐 所以你要到那个 要犯第一名 是因为长得漂亮 不是的 我一直信仰一句话 我的外貌 是我父母 给我的 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但是我尽量地去 让我的付出最大的努力 让我的内在 大于我的外在条件 你要的底薪不低于多少 两万吧 销售 底薪不低于两万 因为我 我本身的话 不想应聘销售 我想应聘一下 管理类的 卫霞 你的这个薪酬 的要求 还是蛮惊人的 然后在你这个年纪 然后你的职位 也是这么炫目 你要给大家展现一下 百万年薪的 所相匹配的素质 另外你只专注于 销售这个领域 你要表现出 异于其他普通人 普通销售人员的 那些特质来 他们可能还都没有读到 至少我没有领会到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你要建议他 调整一下心思吗 我 我图类 销售应该是综合薪酬 是吗 对 这样 这是一个我的小质疑 因为你百万年薪总监 请问团队 核心畅销的几个产品 都是什么型号 我不清楚 你做总监 你不清楚 在这产品是什么 我一直做执行力的 然后做企业培训 然后给他做团队打造 你在那个公司的底薪是多少 没有底薪 一分钱都没有 对啊 那为什么在我们这要两万 因为我今天买房子了 然后买的房子 我要去计算 我每个月的 你的房子 是不是会请我们去住呢 还好 不是呀 我要计算一下 所以你买房子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的薪资要求是 还好没买飞机 水平是根据你的 买房不买房 而不是根据你的能力 不是的 我感觉我如果说 连一百万都不敢要的话 你知道吗 就不是我了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 我的价值在企业里体现的 绝对不只是一百万的价值 可以你讲一讲吗 你在这个做运营总监 都运营哪些内容啊 你都做什么呀 第一我做了 2017年的总年度计划 然后剖析了季度计划 阅度计划 然后分摊到团队的每个销售 也就是我们的终端销售 然后去选择我们的顾客群体 怎样去筛出我们的精准顾客 然后怎样去成交顾客 可这个并不准 你是以员工的身份进去的 还是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进去的呢 不是以员工的身份进去的 这个二十万是怎么来的呢 而且你这五万的月薪 到底是由谁来发放的 因为我从那家公司出来了 然后的话呢 我是以个人名义去跟他合作的 那个叫合作单位 叫工作单位 好的 那你能解释一下 就是你当时为什么要填成 工作单位和职位吗 其实我知道我今天来面试的职位 是一个运营管理的职位 然后我害怕在台上的时候 没有给我足够的时间 让各位boss 然后那个 多考察 对多考察 然后并不了解 再就是我不确定 我是否今天发挥 就是失常一点 因为在台上毕竟会紧张 本质不在这儿啊 第一你简历造假 你一张嘴又没有理论体系 对吧 破绽百出 我就是一个一直都是在做事的人 然后就是欠减这种人员 你要知道你的语言就代表你的基本影响力 对吧 因为你是要搞培训的人 要带团队的人 对吧 是的 请问你这样的语言怎么传播怎么复制啊 嗯 好吗 我觉得你这个时候面试到现在应该有自己的认知了 我并没有撒谎或是怎么样的 确实是我在他那里呃 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做到了这样的业绩 所以我不赞同老板这样说我的履历作假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在你过往的几段职业经历里面 你最高的年薪拿到过多少 客观的真实的数据 真实的哈 四四十多万吧 年薪四十多万 对 OK 你现在double了一下都不止 成了二都不止 2.5 你这两倍半是怎么增长上来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你想一下说啊 我感觉我以前创的那个小的店 一年产值的话也得六七十万 然后我认为透过我的能力的话 然后呃在一些大的平台上面一定是可以拿到这个结果 第二个问题是你前面这四家经历 就是这么支离破碎 完全没有什么连贯感 行业之间跨越也很大 你怎么思考你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 你的一个职业曲线是怎样去设定的 我未来一定是自主创业的 多少年以后 在三年吧 三年以后 好 第三个问题 如果你做销售 你的策略性应该是很强的一个人 任何人应该有设计感 你来这个节目之前考察过这节目前面 应聘过那些成功的人的一些过往吗 看过吗 看过 这个台上成交过百万年线的职位吗 没有 但是那个 你觉得你会是那个奇迹是吗 不是 调新筹吗 调不调 不调 不调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我值 你感觉你值 那如果一个人要执着地感觉自己值 那我也没办法 我是去运作一个市场的人 而不是菜市场的白菜 可以说是讨价还价的 因为我认为我值 一定有我值的原因 不是一家说了算 也不是十几家说了算的 是我经过上百家的结果说了算的 第一轮选择许虎林 还有五盏灯 天生我有财 虽然我没有听到 但我想问你之上写吹牛是特长吧 你是不是拿这个一百万 是作为一个高的目标 因为你只是要两万 你能解释一下吗 是的 因为我喜欢吹牛 但是我认为吹牛的人分为两种 一种是内心特别自卑的人 他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 就是那种虚荣心和荣誉感 然后第二种是把自己的未来和 梦想有规划地说出来 然后付出行动 然后去拿到那个结果 所以那一百万是若干年以后的 不是的 现在 我就要现在的 其实我特别理解他现在的状态 就是他刚刚上场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他说上了那么多的课程之后 觉得事还是得干出来 包括你跟很多企业 应该是在培训上的一些合作 对吗 是的 你做团队激励应该是比较专业的 是的 对 我很看好你 我也很喜欢你 因为你身上有一股子 女孩子那种侠气 当然也有你自己很独特的地方 比如说你的演说能力 还有带团队 他应该是很有方法的 那我们看看他的演说能力好不好 可以啊 你不是说他擅长激励吗 应该是 来激励一下 我们都快睡着了 来 激励一下 我擅长心灵激励 来 来 全体人员听我口令 请起立 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做一下行为训练 行为训练也就是军训里面的第一步 然后我们的战姿 战军姿嘛 战姿 然后我们力政稍息好吗 来 全体人员听我口令 李正 来 当我说力正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什么 跺左脚 左脚的时候呢 然后大家喊一 跺右脚的时候呢 喊二 好吗 好 收到请回答 好 来 收到请回答 是 好吗 来 收到请回答 是 来 全体人员听我口令 李正 李正 全体人员听我口令 坐下 这就好了 练到整齐为止吗 这就好了 这只是团训的一部分 执行力的时候必须第一要全力打到 你就是像是月薪八千的人在训练月薪四千的人 就是房地产商那个那个销售人员 销点一下 销点一下 这只是一部分 开场 开场一部分 贺东东 这就是你所说的他的激励训练的能力是吗 不是激励 这个只是一个片段吧 这样这样 这不能以片概全的 因为我们人多啊 这种行为训练我们都有这种课程 你能讲解行为训练的基本理论吗 行为训练 一是军训的站字标准 再就是一些我们的 你确定你要这么分类吗 你那是方法 你确定你要这么分类 我先提示你 你要理解你给企业做行为训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做行为训练 一是然后那个让大家规范 规范 然后慢慢形成一种企业标准 有二吗 有心灵 心灵什么 心灵 心灵鸡汤类的课程 感恩课程 心灵鸡汤 就是感恩 感恩板块的东西 心理行为训练里包括极限训练 对包括极限 我觉得啊 我觉得你张嘴啊 我敢肯定的说 你根本就不懂 微侠你是个做销售的 你都不会卖自己 你知道吗 你讲的所有的东西 跟一个真的两万月薪的销售总监 都没有任何关系 老张 来你用数据先说明一下 性格测评 在沟通能力上还是不错 还有这个静责性 以及情绪稳定性 创新性 得分都比较高 特别表现的是在挑战这一类 也就是说 他敢于去接受一些挑战的 一些工作 还有服务 这块呢 都是他的强项 核心评价 得分是一百分 很高 这是第一个出现一百 一百分的 他这个高呢 就不正常 他是自认为很不错 自视太高了 所以呢 才会自己达到很高的分数上 之前的培训呢 让你塑造的 你这个心态啊 我觉得有点过了 就总是给自己打鸡血 还有呢 给团队打鸡血 然后呢 希望和未来的现实呢 就有落差 甚至呢 差距还不小 你的这个知识水平呢 也是你一个发展的瓶颈 所以呢 你最好能够有体系的去学习 而且呢 把自己的那种期望值调低一点 踏踏实实一点 专家张老师 我认为他对我的帮助 未来的事业帮助是很大的 因为我要发挥我的长处 然后弥补我的短处 包括我的学历问题 今年的话 我会选择进修 进修大学 然后选择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职业 在你选择之前 我说两句 你无疑是从摸趴滚打过来的 是的 一定是有实感经验 嗯 是的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因为 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你获得了超越于你年龄的 一些工作成绩 你以为这样 我就可以一直往上走 直接走到一百万 甚至有些选手认为 在这个舞台上 可以漫天要价 完全不按照自己的 真实的工作能力 来衡量自己的薪酬 所以 即便他在这个舞台上 拿到这份工作 他也照样反不了这个场 回不来 所以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再问你一遍 你一百万调还是不调 不调 不调 第二轮选择去回来 灯灭得好痛心啊 你怎么底薪两万 就不调一下 不是 他底薪调了一万 你真敢招吗 可以的呀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 你们写HR招聘 简历造假 履历造假 然后员工稳定性 从头都不考虑吗 他需要系统性的 敢谈钱就行吗 对 我们现在是需要他这样的 拓展市场的 但是你得考虑 这是非你莫属 这是电视节目 我觉得履历造假 这件事情 是绝对不可以原谅的 我 我没有履历造假 你还没履历造假呢 姑娘 刚才说了 写名也写错了 明明你不是那公司的总监 只是接了个活 你就说你是总监 这不叫造假 叫什么 大家觉得他是在造假 其实他可能根本 没知道自己错了 我觉得他的学历 有一句话 可能说了会 那如果他是非关键 你敢让他去企业里 我觉得他的学历 稍微 大家这样吧 大家这样吧 他的确 隐风那句话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他自己可能是非还不分 社会上好多人就是这样 就接力单活 就把自己说成是那个公司的某某某 跟某个明星拍了张照 就说是那个明星的谁谁谁 这种事什么 他无疑也沾染到了这样的一点习气 但这是不对的 姑娘 好吧 我们在走之前就不要再批评他了 给他一点建设性的建议 好吗 来 我建议你学一学 系统性的关于管理方面的一些知识 就从社会上学到的那些东西 身上确实是有一些那样的习气的 你做一个打前锋的去创造短期业绩的人可以 但是从长期从管理上来讲的话 还是有很多欠缺的 我认为首先第一点是你落地肯定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认为你整个的自我认识 一定要重新去评估 所以说你还是一定要想办法去多学习 多认识一堆真正真正正正 比你能力强的人 交更多优秀的朋友 你可能一定会成为下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 读书有一个好处 并不一定是增长知识 或者是增长你的气质 读书有一个最好的好处 就是你读得越多 你越发现自己很无知 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些人挣了一万 就认为自己是万元户 到了百万就觉得自己不得了 挣到了一千万就觉得自己可以无所不为 财富的积累对于人来说是一种膨胀 而知识的积累对于人来说是一种自信 读点数 谢谢 刚穿得好没有用 与其穿名牌 不如把自己弄成名牌 是的 再见 谢谢 我失败的原因我认为就是 可能跟自己的学历有关系 很多东西都是在盲点和误区当中 但是在今后的道路上 我相信通过非你莫属这个平台和专家 还有就是老板的建议 我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和人生的规划当中 会有一个好的